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它的气孔会打开 然后晚上 刚才有学生问那个夜来香 所以我要重复对视 就是夜来香它的气孔跟其他普通的植物一样 就是早上打开 晚上就是会管 所以它通常之所以会称之为夜来香 就是因为它的花香是晚上才会更深的意思 就是晚上它才会比较香 可是就是如果你有check 你可以去check那个internet 百度百科还是什么的话 它的那个香味呢 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不好的 OK 所以就是对我们的健康不好 所以详情呢 你们其实是可以自己私底下去找看一下 OK 所以这一个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proceed再接下去 所以这一些的话呢 为什么那个proceeds of osmosis effects dystoma 所以那一个其他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才讲咯 就是我先教完我们的那个课程 然后我们才来就是讨论 关于到你的那些话啦 OK 所以我们先上完这些课程啦 不然的话时间还不多了 还剩下不多 所以这一些呢 为什么会影响到那个stomata 就是我们的那个植物的气孔开跟关呢 其实它们就是会有关系到跟这个osmosis 渗透 所以呢这里的话应该对你们来讲 渗透可能是一个新的东西吧 OK 所以你可以highlight起来一下 所以osmosis是什么来的 osmosis is the process of movement of water's molecules from a region of high concentration to a low concentration yeah 所以呢 渗透 其实你用这个渗透的时候啊 你不能用在气体啊 我要重复多意思 气体呢 gas我们通常都是用gaseous diffusion OK 就是说气体我们是用diffusion 可是水的话呢 我们是用osmosis OK 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啊 水我们用osmosis 气体我们用diffusion 所以请你们 呃就是 看好来啊 就是gaseous diffusion啊 OK osmosis我们是用水而已啊 不是气体啊 所以这个 请你们记得啊 所以我重复很多次哦 所以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osmosis呢 它就是跟气体一样 它会从多的去扫的地方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semi-pamable membrane 就是半透膜 呀 半透膜 也就是说 它它半透膜呢 它就是会 呃 让 某些部分的那个物质 透过而已 就是说那个半透膜呢 它其实 它的表面上是会有很小很小的孔 所以那个 溶液里面的那个粒子呢 如果它粒子的半径 足够透过这个膜的 这个半透膜的话 它就是可以经过咯 所以通常呢 这个半透膜呢 我们都是用来study 那个osmosis啊 渗透啦 也就是说 它不会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透过它 它就只是纯粹让水透过它 不了 因为水的半径 水分子的半径 够小嘛 所以它才可以透过咯 所以我们采用半透膜啦 所以这个呢 半透膜的话 你可以看到左手边 它的那个 如果我们讲左手边 呃 你可以看到就是 solid molecules such as sucrose sucrose是一个胶糖 那个折糖 折糖啊 就是我们泡milo那些糖 我们就是sucrose OK 然后蓝色的部分就是水哦 OK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呃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就是说 左手边跟右手边 呀 所以右手边的话 呃 右手边的话呢 水分比较少 呀 水分子比较少 呀 你可以看到 右手边 虽然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平面啊 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里面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 我们的 我们的 池塘 很多 哦 水分子 很少 然后左手边呢 池塘 很少 水分子 很多 所以呢 如果你要 explain 用这一个osmosis 游透的那个process来解释的话呢 左手边的水会游透进入右手边 呀 所以我再重复多一次哦 这一个图 OK 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气体 交换是一模一样的 OK 就是说从多的 会去扫的地方 呀 比方说这个左手边的 这个烧杯里面 这个bigger啊 OK 它中间放了一个半透膜 所以呢 这个左手边的这个烧杯呢 它分两个parts 一个是 左手边这里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水 很多咯 右手边呢 水很少 所以呢 水会从多的地方 渗透进入少的地方咯 所以呢 接下来 你的这个烧杯 它里面的水的平面 就是会变成 类似这样啦 OK吗 所以这一些呢 无论是 diffusion都好 osmosis都好呢 它们其实都是要 为了要 balance 平衡 两边咯 就像跟你们写的 那个化学方程是一样啦 两边都是要平衡 所以呢 这一些osmosis 跟那个 diffusion 它们都是要平衡 两边的区域啦 的东西啦 OK吗 所以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是需要你们去 highlight起来啊 这些东西 尤其是这个 它的叙述啦 OK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是在proceed 就是看 它怎样解释 那个stomata OK 所以呢 我们再接下去啊 所以再接下去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些process of osmosis in gut cell 所以那些gut cell呢 之所以它可以开 也可以关呢 其实它是因为是 那一个photosynthesis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when there is light 这个你需要 highlight起来啊 这些gut cell 我们的保卫细胞 它会进行光合作用 to produce glucose the concentration of glucose in gut cell increase and cause water from surrounding cell to diffuse into the gut cell 意思是说 它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 保卫细胞呢 葡萄汤很多 可是水分很少 OK吗 所以 我再 我再重复对峙 这个 保卫细胞 它如果进行 光合作用的时候 它的葡萄汤 会变多了 所以葡萄汤 多的话呢 它的什么 它的水分值 就是那个 保卫细胞的水分值 就会很少 所以导致呢 它四周围的细胞 的水分 都要渗透 进入这个保卫细胞 也就是说 从四周围细胞 进入保卫细胞 从多的 去少的地方 因为 这些保卫细胞 它进行光合作用嘛 所以 葡萄汤很多 水分就很少咯 OK 所以四周围的细胞 它们的水分 都要给它啦 所以呢 这一个的话 你可以看到 Hence the gut cells become the gut cells become digit and curved as shown in figure 2.20 OK 所以它就是会 become dig 所以它就会 打开咯 它后的话 它就是会 打开咯 OK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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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吗 这里 所以呢 当然 晚上的话呢 会怎样 晚上的话 葡萄汤就会少了嘛 OK 晚上的话 它没有进行光合作用嘛 所以呢 葡萄汤少咯 所以葡萄汤少的话 水分就会很多 所以呢 四周围的细胞的水分 很少 所以呢 它就是会 从保卫细胞 跑去 四周围的细胞里面 所以导致 它的gug cell become flaccid and straight 所以这些东西 你需要 highlight起来 所以我重问很多次 需要 highlight起来 OK吗 所以这些东西 你要highlight起来 早上 它的 早上 保卫细胞 它会 跟四周围的细胞 淘水 OK 你可以这样讲 然后 晚上的话呢 它的 水分 保卫细胞里面的水分 就是会交还给 四周围的细胞 其实 增腾作用的话 它不会讲 晚上跟白天 它不会讲 晚上的增腾作用 比白天还要少 其实这些东西呢 植物 它纯粹就是 要看情况 它要看情况 就是说 影响到 那个增腾作用的话呢 我们都懂 你的那个 光的那个 亮度 光亮 OK light intensity 或者是 那个 风速 就是 Air movement 然后 或者是 那个 潮湿度 OK 就是 humidity 这些东西呢 都是会影响到 那一个 增腾作用的 所以你不能讲 晚上的 增腾作用 比白天还要少 这个不是 我们还是要看回 这些因素 所以气孔开关的影响呢 其实就只是 因为是这一些 photosynthesis 这一些光合作用 所以气孔的开关呢 影响呢 是因为它 一 它要 进行 呼吸交换 二呢 就是 它要确保 它的水分 不会失去那么多 OK 所以比方说 如果讲 晚上 它关的话 其实 它就是 怎么说呢 它其实 它就是会 就是 避免 失去过多的水分 等等之类了 所以因为 晚上的话呢 我们都懂 light intensity 就是那个光亮度 如果你光亮度 越高的话 你的增腾作用 就是会越高嘛 可是晚上都没有光亮 都没有阳光 所以增腾作用 相应的是会比较少啦 理论上啦 OK 只是呢 你不能 如果你解释的话 你最好就是 不要用晚上跟白天啦 如果我讲 那个增腾作用的话 你最好呢 就是用那个 四个因素 之前有教过你们了 光亮度 潮湿度 风速 还有温度 这四个 对吗 所以如果你要解释 增腾作用的话 就用这四个 不要用晚上跟白天 因为是 不能用在解释 所有的植物 对吗 所以比方说 你讲多肉 植物的话 它晚上 它的气孔是打开的 所以你不能用晚上 OK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我要重复的意思 刚才有学生问 增腾作用 所以你其实 增腾作用的话 你不可以用晚上跟白天 晚上跟白天的话 其实你就是会错了 增腾作用 所以增腾作用呢 你就是要用那四个 四个因素 光亮度 然后潮湿 风速 跟温度 这四个 然后如果你解释 跟这个 osmosis gut cell 这一些 尤其是联系到 跟photosynthesis的话 你就可以讲 白天打开 晚上关起来 然后透过什么呢 因为白天 它会吸收水分 所以它的保卫细胞 就是会 膨胀 所以它打开 晚上呢 因为它失去水分 所以它就是会变 松弛 然后关起来 可以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还有剩下少许的slide而已 所以再proceed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接下来 就是last three个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effects of osmosis 松弛 你不是有看到这里了吗 就是晚上的时候 如果你的水分跑出去的话 整个保卫细胞就是会软掉 所以它才会松弛 松弛就会关起来 就是这样而已 看到吗 这里 这里其实是有讲到完了的 你再读一下 你就会知道了 它之所以会膨胀 是因为白天 白天它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葡萄糖很多 所以里面水分很少 所以它就是会从四周围细胞 吸收水分 所以它就会膨胀 然后呢 再接下来的话 晚上因为 它的葡萄糖很少 然后水分很多 所以它要undergo 这个osmosis 所以它就是会失去水分 所以导致植物 它失去水分过后 这个保卫细胞 它就是会松弛 因为植物 它的那个支撑植物的 就是水分 所以植物如果没有水分的话 它就是会软掉 就像跟你爸 你妈妈或者是爸爸 从那个巴萨那边 买一些新鲜的蔬菜的话 如果它放置在那个桌子上 放了差不多几天过后呢 你就会发现到 那个蔬菜 它不会再硬了 它会皱掉那种 所以它因为它失去水分 它会失去水分 因为植物它需要水分来支撑的 如果植物没有水分 它就是会完蛋 所以我们就是要固定 定期的狡猾 就是这样了 因为你要确保 增腾作用一直都是在进行着 因为植物呢 它90多巴仙 它吸收的水分呢 90多巴仙 都是会用在整腾作用的 它都是会失去的 它剩下的10巴仙里面 它就是用来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它其实是用很少 失去很多 所以我们就是要定期的狡猾 就是这样了 对吧 所以就不妥了 我还有剩下一分钟而已 因为你们等一下 好像是有数学 对吧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Effects of Osmosis on Stomata 所以这个呢 就是刚才也是一样 有讲过的咯 所以有讲过了咯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讲到 它的那个渗透 它其实就是会影响 气孔的开跟关 所以这里的话 就是你需要知道的 就是早上它会打开 早上它会打开 晚上它就是会关 早上打开是因为 它吸收水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Water diffuse into the gut cell through osmosis and causes both gut cells and causes both gut cells to curve and open the stomata 早上因为它吸收水分 所以呢 宝贵细胞就是会膨胀 所以它就打开咯 晚上的话呢 或者是热的天气的话 热的天气的话 所以呢 Water diffuse out of the cells Water diffuse out of the gut cell 就是说 宝贵细胞会失去水分 所以呢 就会导致 你的宝贵细胞 变质 或者是松弛 然后就关起来 白天开 晚上关 原因就是 因为是osmosis 因为它的photosynthesis 生产的葡萄糖的量 导致植物有osmosis OK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吸收水分的话呢 它就是会装在它的夜泡里面 Vacue 所以你可以看到 白天呢 打开 那个植物 它的那个保卫细胞打开 是因为它的Vacue 吸收很多水分 OK 晚上关起来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Vacue夜泡 缩水 缩水 OK吗 缩水 所以它失去很多水分嘛 所以它就松弛咯 关起来咯 OK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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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proceed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讲到 Importance of unpolluted environ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plants 所以这些东西 所以这一个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些些 Effects of haze and dust on the survival of plants 所以你可以看到 烟埋跟那些灰尘 很多的话 植物呢 它就是会影响到植物的 那一个广和作用 因为这些烟埋跟灰尘呢 它就是会block着那些 sunlight 所以它block着这些 sunlight的话 或者是这些烟埋跟灰尘呢 它可能会关在 那个气孔那边 prevent gaseous exchange 所以导致那些植物 可能是会死亡咯 所以这里呢 可以让 请你们 highlight 起来咯 所以这一个你可以 highlight 起来咯 所以这些烟埋跟灰尘呢 它就是会影响到植物的 photosynthesis 跟那一个 就是关在那个气孔那边 所以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再proceed 所以因为剩下的 其实都是你们写过了 所以我就不拖了 所以我再proceed 所以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 Effects of acidic gases in the air on the survival of plants 所以这些呢 其实都是一样咯 就是说我之前有讲过嘛 就是这一些酸鱼 因为它里面就是会有 sulfo dioxide 就是二氧化硫 跟二氧化氮 这一些呢 它其实都是会 causesoy to be acidic and less fertile 因为一些植物呢 就是之前有讲过 一些植物 它们适应的土呢 有时候有些植物是适应酸 有些植物适应碱 如果你破坏掉 它这一些平衡的话 它不爽 它就是会死 就是这样而已 OK吗 所以那些植物 它的这一些泥土 它的pH值呢 如果变酸变碱的话 都是会 影响到它啦 所以这个你可以 highlight起来咯 Acid rain kills plant cell and cause soy to be acidic and less fertile OK吗 所以highlight起来咯 Acid rain kills plant cell and cause soy to be acidic and less fertile OK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last true一个了 last true一个了 所以这一个formative practice那边 请你们写下这三个 OK 红树 它跟普通的植物一样 它们就是会有leaves 有stem 跟area roots 对吗 它的气体的交换 它们就是会用这三个 只是红树 它就是会有气根 对吗 它就是会有气根 然后 至于问红树 为什么它会有气根呢 因为它生长在沼泽地带 因为沼泽地带那边是一个很harsh 很怎样讲 很 残酷还是怎样的地方 就因为它那边 比如说 沼泽地带呢 它的那个水里面 氧气其实是不多的 它又是被那个水 glock着 就是说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刚才突然间我的那个internet不stable 关掉了 对啊 所以 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这个 刚才就是有讲到就是那个红树呢 它其实 它生长在那个地方是很恶劣的 让我们讲 然后又是 它的陆地呢 其实都是被水淹着的 然后植物呢 被水淹着的话 植物它是很厉害的 它就是很难进行气体的交换嘛 所以呢 它的那个 那个根呢 它必须是要七根 才可以咯 七根的话 它就可以进行呼吸的交换咯 没有问题的话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 这样 OK 所以说 总是有多肉的植物的话 它们都是 通常都是会晚上开 早上关的 OK 只是那一个 昙花它并不是 它算是 就是我们典型普通的植物咯 就是早上打开 晚上 玩 就只是它的一个称呼而已 因为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它里面就是水分很多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发现到 芦荟啊 仙人掌啊 所以你切开它们来看的话 其实它会有很多的水分在里面 OK吗 它会有很多的水分 就比方说 黄梨也是一样咯 黄梨也算是一个多肉的植物 嗯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因为你们等下 好像是还有课吧 好像是还有课吧 OK OK 所以 你们可以stand by 下一个 课程 所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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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